HELLO 大家好 晚上三晚上三點半又決戰中華 今晚難得 AdWord有時間 九位 所以不要說九位 我這段忙都不得了 還了你有時間 多多撐場 多多撐場 今晚的時間回到11點半 沒辦法 先前跟呂王的身同感度撞了時間 我們儘快協調好四月以後的時間表 不好意思 今晚的話題在緊接上集很精彩 AdWord也要更新一下 就是這個中美貿易所謂決戰 正如上次我們所料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火藥味 中國是迅速跪下 快到不得了 這一下AdWord寫了很詳細的文章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習近平的做法就是要四大開放 四大開放 不是四大開放 但是它最主要就是針對 所謂知識產權的保護 它就說會提高和開放 幫外資投資到中國的時候 就會幫他們保障知識產權 就是保障外資的知識產權 但是很可笑 在《博論壇》習近平說這四大之後 同一日的人民日報 在提到這四大之外 就說這四大是不包括一些損害 不遵守國際貿易規則的那些催人 不關他的事 不關他的事 我們是不回憶他的 問題是每次都關美國的事 現在的基礎有四個事 金融開放吵了很久 加火電訊 網上那些東西 又吵了很久 然後汽車肯定是關美國的事 美國還有關美國的事 其他人是一齊來抽水 無緣無故裙著美國 可以逼中國讓步 這樣就威到盡 所以這不是威到盡 簡單的事 沙魚最主要是聞到血 沙魚聞到血 自然會是群咬你 這次反而我是跟Edward 剛剛開米前談了少許時間 分析是很過癮的 為何習近平跪低得那麼快 而不是說禮相往來十虎要復幻 為何不這麼說 其實我的看法 Edward可以糾正我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其實中國一向都被人夾面穿袋 不能走 但是習近平要快刀斬亂話 避免這個話題在國內 中國國內再進一步發酵 為甚麼呢 中國是很聰明的 除了香港人才發過爛財 中國人才發過爛財 就比我們更厲害 如果那些人開始準備應付貿易戰 其實習近平宣布了那些所謂貿易戰措施 其實是沒有一個確定的實施日期 加關稅、進口等 是沒有確定日期 已經知道他們不會做的 但是國內那些人如果想你會做的話 他們起碼會先走資 如果人民幣就死定了 第二就是肯定買外國資產 香港又會有一輪水漲 豐擁而來買香港資產 剛剛五月開放互聯、互通 互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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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食不足做團職 通脹會不會爆燈 已遇ünk出來就會出事 所以我們快刀斟亂麻 先行沒措施 馬 mão往就走 不是水冷 也是暗短信 那起碼國內消市了發酵的機會 Obama 這位動亂基礎又會再完成 是安全了很多 這是其中一個解道法式 我感覺他開放給其他國家都是有一種類似 我覺得跟蕭公經常說的那種晚清的國民類似 開放當然是開放給所有人 利益君子 以而濟意啊大哥 那是舊的 誰都以而濟意啊 如果你看回上次馬克龍訪話那些 對一帶一路的回應就是對等 你不要說美國 歐洲也好加拿大也好 都強調同一樣東西 你以為他沒有東西拿回歸 但是所有西方領袖都意識到一樣東西 明知道你中國不守規矩 你一是就讓他逐個擊破 再不然你就唯有他 那以為他就是八國聯軍嘛 不一樣的 利益君子 八國聯軍沒有走的樣子 利益君子也有一個意思就是 希望降低其他國家的關稅 進口替代 即是不一定進來給國火 車可以進入日本車 歐洲又可以多些 德國 德國 所以他都有一種拉攏 這個其實不代表中國強勢 很明顯是回復晚清時期 那種基本上門戶洞開 進來一半 之前他死都捏住了多數權 要控制權 蕭公也寫過文章講過這個議題 其實他開定價權問題 他頭那天已經放了封這個位置 這個我覺得是很關鍵的位置 除非你說我後著就是讓你進來 我知道你是外商佔多數的 我在地頭重用這些方法弄死你 沒錯 即是再出陰招 我猜他會這樣想 你逼我便會貴 網民已經在說這件事 遇到的了 你何時見中國老實過 我便開給你 不過我有辦法你進來 始終地是我的 是嗎 還有 至於周二博奧習近平說話 萬邦來朝的時候 你看到 杜特爾特都會說 我愛中國 但是 你不想成為中國一個省 但是因為有錢 我才會愛中國 不是愛人民 愛人民幣 我愛人民幣 然後李顯龍 也是說了這些 都是說這些 你看到現在 譬如說 我據知道 淡馬社會 走去 向馬雲 買金服 買金服招手 亦都會打海航主義 海航正在談 有些合作計劃 海航其實現在都要中央出手 你看到王岐山回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想去舊海航 其中一樣 問題是不能先不打手板 你萬邦來朝 但是你知道 薄鵝那些都是馬住什麼 最主要是馬住東南亞 尤其是東盟那些人 尤其是現在的關鍵 就是馬雷西亞 現在換屆政府很敏感 就是中國華帝 又傳納吉會倒塌 但是也有說 它有很大機會會倒塌 暫時的局面 還是比較亂 亂說亂 應該倒塌的機會大 真的 大馬這幾年的而且 因為親中 很明顯的 經濟其實是有好轉的 改善版 我飛了幾串過去 不少生意 那邊很老實 是有好轉的 所以馬來西亞 打了中國牌 是有它的原因 不一定是絕對適合 我很難決 我只是計算 如果說 他們東盟那些人 因為自己各自的情況 例如在菲律賓很明顯 他們很擁抱中國式 成為中國的反 簡直是疏遠 而美國也會 原因就是 它看實際利益 這件事很可行 不要緊 美國就是什麼 美國有很多手牌打 即是菲律賓牌打不到的話 他現在就打台灣牌 台灣是肯定的 你預料了 即是地兩檢 即是在亞洲第一個國家 是可以做一地兩檢 雖然美國在幾個國家 都已經有這個一地兩檢 台灣就是亞洲第一個試點 第二件事就是 這個陳菊 去接任總統秘書長之前 沒錯 準備連任 部署連任 訪問了一大堆美國的參眾議員 他首先是用三分子 實職 實職 不要說實職 國事外訪 對 對 他那邊還是高雄市長 但他其實已經是 已經馬上 已經在熱身 當然他未必會選台灣總統 大家明白什麼 但肯定小英已經部署連任 既然小英這次外交有大突破 他沒有理由不爭取連任 而且美國在年初也都 一直倒進去 參眾議員都無疑通過了台灣旅行法 可以兩邊的高級官員互訪 高級到其實總統都可以 按照S來看 而之前AIT 就蓋了新總部 用了40億美金去蓋 即是在台灣蓋總部 這樣就 未來派了官去 現在傳說 John Bolton去 Economist 鷹派 John Bolton是新任 即是取代了McMaster做了這個 沒錯 做了這個戰略顧問 然後現在John Bolton是一個大鷹派 大家都知道 他主張對伊朗和北韓動武 部署的時候 即是這個邪惡軸心的時候 應該是他力推的 結果得罪金義 這件事情 回頭去看 甚至有傳特朗普也有機會去剪載 我心想這麼激感 沒有限制這件事 他未必會更快出手牌 但是他打得台灣牌出來 基本上Bolton過去已經很拿命 夠了 已經過了 始終AIT的規模 即是他用40億去蓋 即是他新的Headquarter的規模 如果用市管來說是龐大的 甚至你可以預設它 即是當台灣國家正常化 譬如現在有一個喜樂島聯盟 即是民事的郭培宏去主導 然後有李登輝和陳水扁的力推 在4月7日成立大會 其實這件事就是推公投制憲 亦都是推台灣國家正常化的狀態 如果他成功廣告正常化 美國自然就要跟我有些幫交 甚至那個已經可能是 不只是一個經貿的聯絡署 那麼簡單 甚至可能是做到 甚至是一個大使館 那些做法 這個是pre的做法 但是是逐少逐少逐少 對的 方向是這樣的 這是很明顯的 問題是北亞地區 最大的那張變數的牌 就是金金 現在朝鮮都很過癮 好像是 可能會是首次美國總統直接聊天 是的 還要去平壤聊天 金仔大勝利 因為之前美國去到的最高級官員 都是國務卿奧爾布賴特 對的 沒錯 上次去到的時候 還要被他水了一雲 但是現在計算數 如果特朗普真的去的話 其實對於北韓來說都是雙贏 首先是北韓 雖然他真的會把無核化的東西擺到台面 但是我們就不知道他實際是否會 一定會 買多少都可以 原因就是你也知道 金仔擺明是靠攬著的核彈來補命 國家正常把就是靠這家 沒錯 他拿到國際地位 拿到這張牌 要美國人跟他聊天 他就有核彈 沒有人想他爆 他怎會放棄 所以金正恩之前 之前南北韓說了幾樣東西 傳來的訊息 其實有一個訊息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說他承認了這個南韓和美國的聯合軍演 就是在你家門口做軍演 他是承認這件事 覺得這個是沒問題的 OK的 正常的 就是你維護國防去做軍演 很正常的 他承認這件事就真的很簡單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不是的 他是看得到你 因為美國以前對他來說是一個 國本主義帝國主義 很過癮 即是他不再否定你 這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其實我經常說這件事 其實很多年前都已經跟中原辦說 互不否認 互不侵犯 互不侵犯重要性是甚麼 現在金仔說你要確保朝鮮 他已經不會受到安全威脅 作為這個談判大前提 會不會無法下一句 但是他優先的保障 就是美國人不會推翻他 這是很重要的一張牌 如果是這樣的前提的話 你軍演不軍演 只要你是不推翻他 你已經承認了 他已經贏了 這個金仔是聰明的 為什麼我剛才跟Edward說這件事 你賭多大都可以 就是他打死不會放他的核彈 問題是他會拿到核彈來拿多少東西 這個平衡怎樣拿呢 這下就很有功夫了 這件事是首次去架空了 中國主導的六方會談 現在變成金仔主導 他主導的訪華 只差在尾拔普京下水 普京現在都自身難保 都不敢動在這邊住 現在有南北韓先談 這個月尾他們兩邊先談 南韓就肯定是軟態 你看到老左政權實力是這樣的 親善不得了 你看一下平洋東澳都已經看到 平洋東澳 平洋東澳 這些人都是這樣說的 南韓都是說 這個好像是平洋東澳 平洋東澳 拿了彩 既然東澳都可以聯隊 製造一些南韓旗 製造一些韓國 朝鮮同一旗 在這樣的情況下 基本上南韓都已經 已經不會打了 南韓一定不會做主動的了 一定不會做主動的了 所以整個局勢就變成金仔主導 金仔主導呢 反而就像Ego說的 唯一剩下一張牌 普京自顧不下 所以就沒有參與這邊的東西 否則東北亞的平衡點 的佈局就齊了 金仔又談戀中國 因為他靠糧食 一定靠中國 你預料了 問題是 你說到那個所謂軍事實力 其實 你只是拿著俄羅斯 去制衡日本 因為他仍是騎越北方四島 你有俄羅斯騎越日本的話 起碼不是單獨要靠中國 差很遠 就是互相利用來拿平衡 這件事絕對不笨 就是你看佈局就看得到 在這個情況下 可能真的會搞了一個 南北韓長期分治的局面 就不只是中戰 或者暫緩戰爭那麼簡單 因為韓國停戰是怎樣 沒有停戰 金氏永續 金氏永續 首先實現永續的那個 金氏 不是你取消憲法裏面 這個國家主席任期 Alex 我想問一下 其中一個 習近平發出的訊息 除了說關稅 美國會吵得很厲害 汽車關稅 不平等 他會做開放外資控制權 他會做 還有一個叫做貿易順差的問題 他會說中國的將來 是不會再以貿易的一個 這個為目標 就是不會說 以貿易的順差為一個目標 就是想追求平衡 對了 你有信嗎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這個好像說得很大 技術上很難做得到 技術上很難做得到 他去年差三千多億 是啊 所以特朗普 擴大了 簽了Presidential Memorandum之後 他說 五百億 他又要動你三年 即是動你五百億 除了是動鋼裏 另外動你五百億 然後中國說 我還價你五百億 然後特朗普就馬上說 再打你 我打你一次 我打你一次 但都明知道誰夾著春袋 一早知道 因為聯數很清楚 中國的出口美國是一千億 然後中國賺的錢就是四千億 所以說 他應該再打你五百億 你沒什麼大 其實已經說完了 他玩粗爹 他一千五百億已經大了 一千三百多億 你怎麼玩粗爹 你怎麼玩呢 最過癮的是 中國的貿易不平衡 要靠外匯 跟美國的結構是很不同的 很多人分析了 結構是很不同的 中國如果沒有了貿易順差 他就死定了 你想清楚 但美國如果真的赤字 會發生什麼事 他就印銀紙 真的 你印美金沒事的 你試試印人民幣 你試試 人民幣幾年前 就多印四萬億出來 對 二次都可以 舊事 現在要點火 咬到 很明顯 有本事你印人民幣 人民幣不是國際流通貨幣 你怎麼搞 印緣變成績 所以很好笑 中國的取態就是 他在國內 即是無論是官道到官媒 那些取態就是 來吧打吧 那五毛就說 打吧打吧 好 表面好用 上個星期 傳說 中國擁有核彈 就是美國的國庫債券 拋售債券 好厲害 減字而已 不是拋售 減字 減字 還要死定了 美國還要死定了 還要死定了 還要死定了 是炸爆字 好像是 有什麼東西吹到 核爆 今個星期轉到新招 就說人民幣 貶值 同一招 原因就是 如果他減持美濟 人民幣 就不能貶值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人民幣的價值 取缺於美金的儲備 一早就已經分析了 大家有時候問 中國的貨幣的含金量 即是金 含金量全世界是排位的 含金量是沒有的 不用想想 中國其實是含印銀子 第一 印銀子的基礎是甚麼加貨呢 是他的美元外匯存底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你要拋美債 你賣了美債 你先換什麼貨幣 就是美金 又換美金 問題是 美金沒有利息 美債才有 你不要玩 你拋美債換美金 沒有分別 而且美債是一個好的投資 所以你發覺 習近平上一次 甚至外加普也是 已經說了 很可以換美的說話 一旦你便知道甚麼事 人家問你 他會不會拋美債 還有其他事 他會說 我們是會做一個負責任的投資者 那你就明白了 然後社科 上個星期出了老行之後 今個星期社科院 有個專家就出來說 拋美債的機會 就不是 傻的 就知道是蝦咧 是不可能的 就知道是蝦咧 就是蝦咧 你除非換一些不是美元的資產回來 如果不換一些美元的資產 換甚麼回來 你想想 我想不到它換甚麼回來 你唯一一個後果 人民就會貶值 貶值 貶值會發生甚麼事 我已經不是說 國內發生甚麼事 已經看過了 大家都 又是看漏了一件事 又是結構問題 中國欠債欠多少 大家心裡有沒有數目 就是GDP的三倍 這個表面的數目 不是真數 可能不止 問題就是 你的玩法 基本上跟97年 東南亞的貨幣爆煲 是一模一樣的 明白嗎 如果你貶值 你所欠的美元外債 就等於升值 就是說 你欠的外債 在不做任何的情況下 只要你貶值 就已經加了外債 你還不還得起 你還不起 會發生甚麼事 爆煲 所以你根本上 你自己是拿美元 你現在是 你拿著的 都靠美元拿著的 你拿這些資金 就頂住你自己人民幣的價值 你不貶的話 你如果說貶值的話 你自己就死 你死自己 他死先 他不會做這件事 重要的 你貶值之後 發生甚麼事 你那些東西便便宜了 不單是說你民生賣的東西 是說你的資產便宜了 資產便便宜了 資產便便宜了 資產便便入走資 走資不止 你到時不是說八國聯軍走進來買東西 你到時怎麼按得住 八國聯軍進來是買東西還是不是 是搶東西還是買東西 搞清楚 他其實是搶東西 是搶東西 為甚麼 你想想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 這個慘劇之後發生了甚麼事 就是亞洲原本有一些已經很辛苦 扶持起來的錢 那些賺錢 大家心裡有數 那些外國聯軍進來是搶東西 搶東西 搶東西就是 那些賺錢的東西 一定是 剩下的那些便便在那裏 你沒有反抗能力 他說你破產 你怎麼搞 其實習近平不會不知道這件事 前居行鑑都看過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好像Edmond所說 不是來買東西 是搶東西 就是搶東西 除其 有一件事 我亦都看得到之前 都是跟蕭公寫的文章有些關係 就是負面清攤的問題 其中一項就是 可能相對沒有那麼觸目 但是其實都很堪悶味 就是准入制度方面 除了說外資股權過半的問題之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 將會在上半年上 沒有時間 兩個月 完成這個外商投資的負面清單 全面落實負面清單 這個又可以口說 為什麼 他答應了很久 你記不記得這個 所謂負面清單 概念什麼時候出來 就是他開始搞 新版特區 自貿區 前海和上海 那兩個 即是自貿區 自貿區都未搞到 自貿區都未搞到 為什麼試點也行不行 原因就是 你一搞負面清單 不是經濟影響太大 是反過來 是要讓共產黨退場 我正在想這個問題 政治才嚴重 除了股本過半負面 基本上是改變了政府職能 是的 改變了政府職能 難道你說香港政府 大市場小政府 總之 依法做就可以了 政府不會主動管理 是不會的 是的 我正在想黨委 到底要知道 何處呢 黨委擺他去哪 大哥 你要一方面加強共產黨領導 第二方面你要黨委撤退嗎 我不知道要怎樣領導 很矛盾的一件 一個概念 所以是假的 你只可以選一樣 一定是假 黨委是不會撤退 除非他不要江山 否則他一定是假的 就是 所以這個外資的 應該也是 不知用什麼方法去 地頭蟲又搞下它 實際上落地的時候又搞下它 而這個所謂負面清單 相信都是廢話 是不會有實施 大家都知道是廢話 其實網民心想不想 怎麼全部訂出來 其實所有以上 你所說的所謂開放措施 一早已經答應了 入世貿那一下 如果不是親親 就不會打他 你說起世貿 你說起世貿 是錯的決定 你說起世貿 就是有中國出的第三招 就是剛剛一二招 第三招 第三招 就是向WTO投訴 啟動世貿經濟 投訴美國 在4月5日的時候 他第一劑投訴 這個301個列列裡面 說500億貨稅項目 就說他貨稅很離譜 就違反公平貿易 好了 到10號的時候 就是今個月10號 有第二個投訴 就是這個鋁和鋼的投訴 也是入WTO 他事前也求歐盟 求歐盟說 你幫拖 在WTO那裏 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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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國聯軍 就是先後由以而制 而變成八國聯軍 很相似 原因就是 有些事情 你又不能怪那些鬼佬 站得硬 撇開一些經濟的東西 不說 記不記得上一幕 瑞典公民 在中國的火車上 被中國公安強行帶走 因為首先是中國人 首先你是中國人 所以是瑞典公民 又有護照 瑞典外交部的人員 陪著他去看醫生 你夠膽死去 夾他走 那你猜那些鬼佬很盲的嗎 就是說 你如果 不是聯手 八國聯軍的話 他一定會逐個來夾你 這麼簡單 他完全無視國際法律 好了 為什麼說到 歐盟會站在日本那邊 就只是動IP 其實只是象徵式動IP 最過癮的正義 剛才的網民已經踢爆了 就是中國加入世貿所承諾的東西 是沒有實施過 是沒有兌現過的 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甚至雙憂那一下 雙憂周末那一下 我都可以告訴你 是假的 是假到爆的 除非你對中國完全沒有認識 雙憂是怎麼算的 他周末會給你方法 比其他一架 跟著其他一架 取消人 退回 他的workday 退到足為止給你 所謂雙憂 他在其他地方扣分 根本沒有搬到門 完全搬到門 問題是 他完全沒有底線 完全跟世貿的規矩 你去世貿投訴 好 我逐條逐條跟你計 然後雙憂 你還沒加課 還有你加入的時候 有條件 有 有 有時間表 所以你見到 特朗普在他推特上 說 中國是用這個 發展中國 發展中國 發展中國的身份 去加入 這個其實是有好處的 我看了 有條件 有豁免 有豁免 有很多 不差豁免 你做的事情 所以你入會的條件 是可以延期去做 亦都是有一些 貿易的優惠給你 所以 舔掉了JASO的時候 中國現在 竟然去撩鬼 拿命去投訴這些事情 去投訴你 美國貿易代表處 今年初 繼美國的年度戰略報告的時候 已經發表了 猛烈抨擊中國和俄羅斯 如何入了WTO之後 完全違反了WTO的操作 拿了裡面的優惠 但是 不可以延期去 所以 特朗普已經說 當初支持中國入世貿 是錯的 這麼簡單 你還要玩世貿 特朗普隨時 連世貿都不理 即是預料 夠膽死 他就跟成員國說 你要入這個country club 有你又沒有我 到時伸出去 你聽一下是中國還是什麼 還是美國 你不是非洲國家 很多票 聯合國 就是這樣 所以特朗普這類的狂人 這些事情奧巴馬做不出 但是他做得出 過癮的是什麼家科 狂與不狂 我經常說 特朗普是生意佬 唯獨是生意佬 看得清這些 以前歷任總統都很過癮 政客 政治家 歐巴馬那些 你說怎樣好人都好 他始終都是一個政治家 政治家和生意佬 很大的分別 一家科 政治家 永遠搞平衡 生意佬不會的 他們玩show hand 他們贏的 底褲都拿了 這個很大的分別給你明白嗎 尤其是 長期以來 美國在外交上 都是行那種 機身格式的平衡 平衡外交 沒錯 同意 機身格的做法就是要就大局觀來看 就給中國有錢賺 美國同時有錢賺 大家都happy的時候 大家相安無事 就沒有事情發生 所以你看到就是 這個 特林頓的時候 當時順風上水 有很多事情 美國有賺錢 中國有賺錢 表面上是大豐收的 還有那時候 美國處於剛剛堆壟蘇聯 那種很有信心的時間 不同的 心態上都不同 堆壟了歷史的終結 我玩了 那時候有那時候的玩法 因為他不想世界大戀 因為那時候世界大戀的唯一受害者 就是美國 你明白嗎 他是唯一的超強 蘇聯都倒了 日本早已接近了 那為甚麼 美國當時不想天下大戀 就奉行機身格那一套 平衡外交 不過 如果大家有看機身格那本書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雖然他的手勢上是做一個平衡 他的目的不是為了想平衡 你看到劈頭第一板 就是任何外交都必定會以自己國家利益優先 所有一切做的事都是為國家利益優先 這是絕對沒有錯 所以特朗普是相當奉行這種現實政治的做法 不過也不完全跳出了機身格說的事情 手段很不同 美國永遠是搖擺 照他老人家所說 就是美國經常有一種 覺得是天朝 所以有道德責任 但是 美國是需要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一個正常國家 他一定會 雙面人 對 他會以自己的國家利益做一個潛 只不過是美國有些人 當然他很爛脫 美國有些人就是忘記了美國 都是一個正常 是有自己應有的權益 首先你是一個國家 對 然後才是天朝 對 所以到他需要的話 他會和你爛爛臉和你玩 都可以 這個值得是機身格所說的 這件事反而是暴露 沒有說暴露 是顯露一個正常國家行為 這件事很貴 而且做生意好 他贏在你的內褲 沒所謂 反正好像你說的 500億不夠 我戴你1000億 他桌面都沒有了 所以為什麼 川普花下海口說 這件事很容易贏 沒錯 他算了數 我都可能輸 我把你的身價都大了 我還有得大 所以 接下來的事情發展如何 我想下個月會有時間 好玩 我不想太多計算 我只是計算了一件事 上個星期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 短期股市是有波幅 沒有方向的 如果大家每天撿 我忘記是否撿500點 你不會撿100點行券 你都發了大禮 這個禮拜 有聽過說 我已經發了大禮 我不是那方向 只是說是波幅 香港人很喜歡發脫爛財 沒有人送資 你不收 反而我覺得從長遠來說 可能只要看看 到底我們那幾樣 他答應了很久 而今次再重新 他會再做的事 倒閉波中 他怎樣倒閉 但是特朗普會怎樣收貨 特朗普的底線在哪裡 特朗普不會收貨 其實雙方都在玩同樣的事情 開口牌是沒有下注的 Edward也留意到這件事 其實上兩個禮拜已經看到 他預告的事情 是沒有時間表 中國當然是說黨委決定 當然是這樣的 美國 國會慶政 所以雙方都在說開口牌 你問清楚這件事 而且要留意 他做Public Hearing 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他是可以Amane一些事情 內容是可以減之餘 亦都可以覺得不夠皮去加 沒錯 主導權永遠在他手上 在國民的手上 他表面上就這樣說 沒有的 他拋了波出來 這班人的商家就出聲 大家會計數 但中國反而做不到這件事 小心 他要求定 他要什麼 他要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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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諮詢誰 沒有人讓你諮詢 所以中國是連大豆都拿出來 但拿大豆出來的結果 大家知道 如果你拿大豆出來 其實對中國的民生的傷害會很大 上兩次都說這件事 大家都看到 都說 中國是沒有食物自主權的 沒有其他東西 他自主權都沒有 他整個食物的底座 基本穀物全靠進口 很簡單 甚至你說 譬如說你不買美國的大豆 會利用巴西和阿根廳 沒有 但很不幸 就是今年年頭的協收 協收 沒錯 其實巴西也好 其他國家 能夠賣給中國 已經賣光了 不用想 基本上貿易平衡 別人的產銷供應 懂得計算 對 美國是上年年尾都有剩 對 美國是有很大量的戰略儲備 除了大豆 公物之外 玉米 石油也有很多儲備 同樣這個話題 他還要開發葉岩器 葉岸油、朱尼斯全部都做了 所以美國現在變成能源證書出國 他已經不受制於其他國家 說真的 就算你以前所謂的危機 美國人都是騙你 他的儲備不開就無謂有危機 你看清楚 美國有很多油田子的封埋不開 你看清楚這些東西 其實美國的戰略儲備 先用你的那些 很明顯的 他每次都是針對外面 他自己的儲備是不動的 不動的 打死不動 反正美國有很多牌 好像Emmel說的 我帶完你 身價之後還有可以跟 你有什麼可以跟 都沒有 你一條爛命一條 所以有些人 國內都說了 這次習近平說的條款 簡直是 傑宇國之歡心 涼聰華之物力 涼聰華之物力 大家開心嗎 我們開放了 基本上跟 差不多 如果是離堅 讓你進來的話 都跟晚清那種 各樣有 很大分別 我講過這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我真的很會死鬼馬說這件事 滿清政府 還有一點點骨氣 賦予頑抗五十年之後 才被迫開大門 還要船堅炮來開炮才能轟到 即是他當時已經十分地 醜地 由仇愛 去到變成美愛 對 問題是人家真的五十年 賦予頑抗 被人真的船堅炮來大炮 打開你的門 你起碼有些異和拳之類出來 你現在的異和拳在哪裏 炮都不用開 今次連這些壓測石頭都不用扔 自己就跪下 無血開城 自動跪下 唯一的好處 正如剛才我和Edward 在咪前 在咪後 自己施施 細語說的是 習近平 唯有快刀斬亂馬 令到這個所謂的醞釀 不會在國內再發酵 否則的話 大家就會開始開竅 因為始終 如果中國 譬如說市場不開放 又影響到外商投資 或者它自己的貿易順差 所謂的持國資本 到最後 對於中國的職效管理 是相當大的影響 因為中國現在只能夠 靠它繼續去經濟火車頭的發展 就是你很久之前說的 滾輪式的經濟 去推動中國的所謂偉光政 當它現在靠修憲來增加它的legitimacy 但其實很弱 如果你沒有經濟的base 它是一樣的合法性 就是國富民強 其實就是印文字印出來 大家知道什麼事 就是由家長來的 他們自己很清楚的這件事 所以其實 即使習近平上台的時候 他天天擔心什麼加科 就不是說經濟什麼加科 而是說蘇聯式解體 他在上台第一件事 告解所有中共幹部 不能報蘇共後塵 變成解體後果 然後才勵行強制 整頓 要你一定要效忠 中共中間的主義者 是這樣的來的 所以王岐山會叫大家 去看制度與大革命的同學 沒錯 這個舊社會與大革命 講得明白這件事 其實他所謂吸收教訓 就是吸收了蘇共解體的教訓 不想報他後塵 可以怎麼辦 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就重新演繹過 全部都是集權 強幹弱資 修權 諸如此類 是一個 不要說謹縮 但肯定是跟以前的開放 背道以前 不是開放 你現在是否真的有本事 維持這些所謂強徵集權的基礎 就變成生死有關 也有一種說法 其實特朗普可能有一個更大的旗局 就是想針對你這件事 是啊 有些說法很過癮 太過高瞻軟觸 就說特朗普只不過是想壓住中共 不要走到2025中國製造 那個所謂宏觀大方向 人家不是在看未來 大哥 現在在看現在怎樣 兩回事 搞清楚 就是你去不去到2025呢 大家未知之數 但是肯定 特朗普看到的 就是你中共的積弱得太明顯了 就是除了說你要提防蘇合共識解體之外 記不記得中共中央經濟辦公室 都講了一個很過癮的分析 像社科院講的 叫三期涅鑑 而其中有一期就是說 你那個中等收入陷阱 你不能夠不跨過去 即是經濟重整那一下 否則的話 你會堵在一個黑洞裡面 永遠只會繼續下沉 明白嗎 所以其實中國自己 就是要跨過這個難關的時候 很多難題集中地發生 在本朝 今上的本朝 就在這朝發生的 你死了 現在你就浩大喜功 搞一帶一路了 好像很威風 你是否撐下去 再加上他要在修憲期間 也說了2020年要滅貧的目標 滅貧是一回事 除了滅貧 我想外國就不介意滅貧 他說了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強軍 強軍 他統一台灣 2020年3月可以統一台灣 強軍完成了現代化 軍改、軍民合一 反而一定是西方解讀最敏感的一個信息 如果你完全完成了一個現代化 成為一個一流現代化的軍事強國 那會有什麼後果呢 很明顯一定會 誰會挨打呢 所以這個已經有了 但是一些人說 可能特朗普就看著你那個威 這種所謂 剛才阿威也說過 職效管治 其實他是要靠政府的威信 政府威信見機能帶來好日子 或者是如果你打貿易戰 他說打然後最後說不打 又或者是打不到然後輸了 他不能輸 不能打 只可以想地方閃 想地方怎樣含糊其辭 做個樣子打一下 就像阿Q精神 精神勝利法 他肯定不會輸 你明白嗎 所以要有一個飛機吻出現 飛機吻沒錯 不是飛機 我們這次可能 四大開放裡面 就已經說了飛機了 已經打了飛機了 已經打了飛機了 那就是傑語國之歡心 就是中華之物力 就是中華之物力 因為打飛機你只有清朝嗎 沒有可能 你輸了這個甲午戰爭之後 你跟張說什麼 日本很厲害 實在是力速令到我們發憤 令到 怎麼會輸 怎麼會輸 你用這個心態 你怎麼會輸 然後還要打褲子 是吧 力速我覺的發憤奧強 永遠都不會輸 明明已經懸弱了你們 根本上你是M系 就是被弱狂 所以你說這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大家其實都意會到 有機會去武統台灣這件事 但是你看看美國現在照著它 已經是看了你一步 所以才打台灣牌 另一件事就是 IP這方面其實都非常 在美國裏面 也是相當廣泛的討論 對於這個中國 長年來運用這個 Reverse Engineering 將你的科技去抄 之餘 甚至是再離譜一點 就是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 那些尖端科技的國家 通常都是將軍用的科技去民用化 然後就出了好多advance的東西出來 中國也是照版主玩 又Reverse Engineering 去做回 將那些民用化的先進的東西 做回提升軍事 這也是軍事現代化的很重要一步 因為我記得去年 是將別人被民用化的原本軍事的東西 轉為他自己的軍事 你見到接著別人下來的那個鏈 去年發生了一件怪事 就是有一個在日本的中國劉鶴先生 被人拘捕了 他發生了什麼事呢 原來就是買了一個 將一個日本自衛隊 安裝在他們直升機上的一個夜市儀 拆了他之後 就轉賣 經香港轉賣給一個廣州的軍鞋商 然後就拘捕他 然後告他侵犯知識產權 要罰很多錢 想想想想要坐牢 其實中國一直以來 就是利用這樣的做法 留學生也好 一些奇怪怪的去打工也好 移民也好 對 對 背景審查 早就應該做 早就應該做 知事你看看 多少間碟 什麼孔子學院 現在就是在打工 我猜有些國家比較接近的 已經很警惕 澳洲之前已經反台 因為澳洲的確是很多華人移民 不是華人移民那麼簡單 有一件事那些鬼佬 所以為什麼川普現在踢爆這件事 那些鬼佬有一件事是無法感受的 他們感覺不到的 中國的社會 跟西方的社會 有一個本質上很不同 就是說 中國的社會 其實不跟西方那種 政府和人民是分開的 西方基於人權 由人民組成政府 政府從來都不是獨立存在的 中國不是 是先有政府 後有人 你搞清楚的關係 他不是跟你的人權概念來建國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跟多倫納稅德國差不多 你是均民一體的 你想想 這個概念 你跟日本均國主義 跟德國納稅主義 有什麼不同 那你現在才發覺 低級掉 水平低一點 你知道的 沒有什麼理論清楚 這件事 只是本性上的均民一體 所以官和民是沒有分的 人們是以做官為榮的 對 官本為社會沒有變過 中國 官本為是沒有變過的 所以根本沒有現代化過 技術上沒有現代化過 在文化上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些鬼佬就做了服 現在才是檢查你的社會 會不會蠢一點 還有你發現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他們那些已經宣誓了入籍的人 中國來比賽 他們是會支持中國的 是啊 他沒有宣誓這回事 他當成生菜 你這樣也不知道 不是啊 人家當你宣誓就是宣誓的 人家的宣誓是很嚴重的 人家覺得你宣誓了 對中國是真的 對不起 不好意思 為什麼那些鬼佬會覺得 如果你認真看 為什麼會覺得 中國那種軍國主義 連納稅德國都不如先 納稅德國起碼做一件很人性化的事 當年 德國 那個軍隊 是要通過這個集體宣誓的效忠 國家元首 是效忠國家元首 他是通過一個集體宣誓效忠儀式 來令到他們所謂軍民同侵 這個儀式很重要 納稅的儀式很重要 大家可以看看 維基也有的 問題是 你真的通過一個 他們那種社會契約 你明白嗎 他是通過他們確認 那種社會契約 來幫助 這就是賣命 搞清楚這件事 不是利益關係 你想清楚 是一種 意識形態上的宣誓 效忠 不是因為利益組合 所以是逢我時光說 為什麼人家覺得你低級呢 你只要看利益 你明白嗎 所以說到海外華僑這件事 我看回 有一朋友分享 2009年的時候 一篇舊的論文 就是講解 在1989年之後的中國 這個 中國的僑務部 如何透過華僑之間發展這個關係 即所謂的僑務 去做這個 Propaganda 再去做一些利益上的結構關係 或者是一些情報的收集 所以你看到 譬如說你現在香港有一堆 讀書也好 做事也好 維持一些在他們的微信群之內的 所謂的港票圈 亦都是這類似的事情 譬如說這間店有Jesu 大家去Share Share這個資訊 蛇齋餅種 可能是圍爐取暖 中間你又會滲透一些 譬如說說時局的事情 然後又會分享一些 強調論文章 即有K.O.O. 有些文章 然後看到 對呀 真的很同意 然後所有的遊行示威 奇異國 珍惜群組 就會靠大耀廷 他們那個組 還有一件事 他們在用的是 簽證的問題 他們不能不跟你玩 但有些其實較僵 你認識港票的群體 他不會出來的 他不交會費 他不交黨費 自己走了 他有辦法 他走那些他不理你 這些人你不會看到他 但是大部份 主流 其實仍然是受到有形無形的約束 你在香港參加遊行 你在內地的父母 被人約見譚 又是統治部 又是統治部 是呀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有形無形的 他們會害怕的 譬如說留學 海外留學那些 你知道我們搞這個雨傘 我們在那邊有搞一些討論 我們在六四 我們都會搞一些研討 會有大陸學生來玩 但是全部要求我們不可以留紀錄 我可以了 不過你不可以留任何紀錄 首先一定要答應我這件事 很清楚 因為你一被人知道 他就有把柄 他就會被人害怕 他其實不是害怕 不信得過我們 而是信不去旁邊的人 怕被他自己旁邊的人打 香港法庭都有人錄影 進步到 所以他們其實有形無形的壓力 但是當然我亦都遇到一些 他完全不受這套契 我簡直說 我根本很久都沒有交黨費 他能夠享受自由的時候 就盡量享受 問題是基於利益考慮 他不會主動出來參加雨傘運動 他不會反抗 他不會反抗 不表態的自由已經很珍貴 他已經賺了 你想想我們上一代的人 逃難到來香港的人 很多都是這樣的背景 說我能夠在港英時 享受不表態的自由 問題是這個 很過癮的演變 為什麼呢 因為時間不是太多 但我還說過這件事 為什麼呢 寫了一篇文還未報 剛剛昨天 新民黨最新的民調出了 是 好 不論中共如何努力去統戰 其實永遠就是有很大的反差 反效果 就是越統越獨 是越統越獨 因了解而作法 那個民調過癮在甚麼加科呢? 呂大樂粗刀 他提出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 反而鍾廷堯是不敢問的 到底香港的身份和中國的身份 有沒有排斥的本質? 這個他可以問 他問甚麼呢? 到底你們這些青少人 真是訪問中學生 認為中國人的身份和香港的身份有沒有矛盾 或者是否能兼用 有三分之一是不能兼用的 他就說很少 因為extreme說明是完全不能兼用的 是不夠百分之十 但你看清楚是Bell Shaker 中間來分 無所謂的三分之一 如果硬是要切中間出來 兩邊extreme是很小的 但我們經常說統計是講tenency 趨勢的問題 你試一下中間劏開 你這幅圖左右是對等的 統一讀兼容與不兼容是完全對等的 但那個sample過日還有甚麼加課呢? 百分之九十五受訪者 青少年 是有回大陸的 不單止有回大陸 是色體簡體字 甚至是會有國內的通訊群組 你說他完全不認識祖國 剛才相反正如你所說 由於認識而反磨 搞成了這件事 這是越統越獨 就是這樣而來的 不過我又留了感覺 我剛剛今天 只是他打破這個新聞 我閃了一個臉頭 由葉劉來出這件事 要爆他 我覺得 那個就是陰謀論的這樣說 你說鍾廷不敢問 他就是要問這個問題 有兩手準備的 如果是葉劉自己主導去做這件事的話 有機會你可以叫葉劉去拿彩 希望他進一步搞青少年教育 起碼他先反了梁振英 很明顯 不想問他關了字 問題是會拿甚麼彩數回來呢? 但可能葉劉看漏了一件事 粗刀那個叫呂大樂 因為說起呂大樂 他近年在教院那一套 他自己開了一件事 就是搞香港研究 對 沒錯 更加重要的就是 其實他這個問題 就是剛剛這個所謂很尖銳的問題 其實在80年代的時候 呂大樂已經問了 我看80年代 90年代的書 他問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究竟有沒有香港人 純粹香港人身份認同這回事 香港意識的問題 香港主體意識的問題 是的 他80年代 90年代 我看他的文章 他堅持是沒有的 嗯哼 很過癮的 但問題就是他現在做的事 正正在推翻自己 自己那種 他不能不推翻 有一點是真的 因為當時不要說不戰 indirectly 我都有寫世代分析 我寫世代分析 其實已經是呂大樂 他的著名文章之後的事 因為他很過癮的說 就沒有世代這回事 之後很奇怪 直至雨傘革命出現 直至雨傘出現 大家忽然之間 啵一聲 醒覺出現很過癮的東西 原來呂大樂是有權推翻的 但他不是完全推翻了 有部份東西是調出來確認了的 就是在那一個世代之前的 的確是沒有一個明顯的 所謂香港主體身份 不同的東西 他沒有推翻自己 technically speaking 之後呢 他有權做新事 做新事的人 他就有權問 你有沒有做主體的問題 事分能兼容的問題 當你講到不能兼容這件事的時候 香港的獨立主席角色出現了 確認了這件事 補回一兩點 呂大樂他講的那四代人 最後其實他都留了一個主腳 其實他都已經有個復筆在那裡 就是第四代人 糟糕的 他不反抗到哪一個出道 他老爺家其實已經有個復筆在那裡 是沒有出路的 是沒有出路的 就是有新生的一種改變 就是整本書 四代人這本書很好看 都是舊精簡第二 是鐵地 他就說 基本上是代銀法一族的一種反省 你可以這樣理解 就是自我反省 有一種自我反省的意味 就是confessed的意味 是的 當然他是同代人裏面 比較有這種意識 他知道看到 那如果有人找他出來的話 不是中伏 第二就是 其實我們之前一直說 在香港研究裏面 大家一直指的是劉兆佳 說了那種功利家庭主義 大家不相信他 其實裏大樂一直寫過 一直到香港研究 都是跟劉兆佳唱對台 是的 其實他一直強調 由六七暴動開始 由那個所謂戰後出生在香港 即是他們那代人 那些烏馬 在香港出生 不會跟著老大媽回大陸 完全他的身份認同 他們是第一代香港人 是的 沒錯 我也是第一代 其實香港整個進步 在八十年代 不單是英國人戰略地 有些東西是越來越過比例 都跟這一代人 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代 其實主動爭取是有所關的 主體意識建立是有一點點的關係 他也不完全認同 劉兆佳所說的 即是所謂舊那套港英穩定的理論 劉兆佳問港英秩序是怎樣的 而呂大樂所說的 其實你只能看到港英的秩序性是不足夠的 那個秩序背後其實是很多暗容的 這是呂大樂初期做的其中一個重點 當時劉兆佳是台人不小的 是的 當然從官方的角度來看 他很想研究香港那套成功之道 他很自然地側重香港的制度是怎樣來的 但是也在過程裏面 雷大樂其實相對當時一來 他還未去到那個地位 是吧 但其實他當時已經有很多人 都不認同水花所說 他太偏重說一個正派 公立大學社會 但是其實這個家人中的社會 在六七十年代 香港的進步裏面有一個推動力 就是這一班人 他們已經沒有那幫難民的父母 在意識上已經有一點不同 但他四代人之後說的更多是對這一代人 不自我那種反省 都是不夠 其實我相信他的中俠的體重 還未真的到 對 未真的到 這代人做了一些事情 但很明顯有些他們也都在八十年代 完全盡佔香港社會 亦都食盡了香港 整個黃金時代 但他們留了些什麼給下一代人呢 這是呂大陸在四代人裏面問的一個問題 留下了一個很大的強烈的被迫反省 這是很過癮的 什麼意思是過癮呢 就是在於所謂和中國人不兼容這件事 未問多一句 什麼叫做中國人 如果你看這次為何戴饒廷去到台灣 走到天下大亂 即是炸窩了 五毒會流是甚麼加坊 五毒會流是甚麼加坊 就是如果你不單止不是否定 所謂中共的所謂中國官 你正在認同另外一種中國官 就很糟糕了 合法性就是這件事 你不認同西藏是中國 你不認同信居 你不認同無辜是中國 甚至你不認同台灣是中國 那中國是甚麼 好過你用減法和加法就知道甚麼 中共很肯頭痛 亦即是你不單止香港的主體性 認同我是香港你是中國 你不關我的事 反過來主動出擊 香港會尋求另一種國際聯繫 而這種國際聯繫的反動力量 是比先前不理解中共更大殺傷力 你不認同 如果你是一地兩檢 你可以去台灣直接過美國 你現在明明為何這麼多人移民去台灣 以實際角度來看 但意識就很不同 因為你在文化上 你不需要一定要跟中國去做區隔 看回馬文暉時代的民族 他是創立一個政黨 其實是一個壓力權體 他當時的主張是甚麼 就是要成立一個 所謂的自由港 既認同中國的愛護 即是文化上的 中華價值 但同時亦希望擁有英國的制度 要確認香港的主體 就是中世混合 愛自由 其實這個說法 就是會變成一個 四分五裂的中國 中國之後會變成甚麼事 就是一個大中華的幫聯 這是其中一個想像空間 因為戴宜庭 搞到天下大事 即是他說可以 就是可能性的問題 拖著想像空間 就很多可能性都會出現 你幫聯就可以 你不是幫聯就可以 你拆開十個中國都可以 其實之前我們 都介紹了一個 近期比較火紅的平民家 林宏敬 他本人是贊成 除了說那些毒之外 是諸夏獨立 諸夏獨立 即是說不僅在華夏以外 吞併的地方要獨立 諸夏也應該獨立 是啊 即是甚麼叫諸夏 四川湖南 應該自己成立國家 問題原本就是這樣 你試試問問他們會否認同 起碼他們第一件事 已經互相趕人走 低端人口 你想清楚發生甚麼事 所以諸夏獨立之下 亦都是一種相對的形態 你只想想一個很過人的情況 那就是中華邦聯 如果是諸夏獨立之後 獨立之後會不會亂 是另一件事 中華邦聯 好過這件事 至少你東南西的語言 其實是不通的 文化也不通的 你這麼粗糧 你問我 諸夏也有很多不同的 所謂分枝 分枝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等於說廣東人 廣州人最 proud of 這件事 是甚麼加科 就是我們是中原正統 漢字正音是我們 你那些是漫兒來的 蒙古語是 你不關我的事 廣州人 其實都是相對來說 是文化上獨立的 你不清楚這件事 領立文化 相對獨立 這件事和另一件事 同時正在競逐 我觀察到這20年 在中國的謊言消失速度很快 有失 這跟官方政策 其實中國自古以來 何嘗不想消滅地方差異 但有些是技術問題 以前沒有的 例如電視普及 所以你發覺公共場域 第二就是國家教育系統的伸延 我自己觀察在廣東 其實地方口音的差異已經很大消滅了 基本上是向了廣州和香港式的廣東話靠龍 這是傳媒的影響力 這是傳媒的影響力 地方上如果以前的廣東話都可以很分層 廣東裏面 你分得出來是哪一區 不要說客家和說潮州那類 甚至乎你不跟廣東不區域的廣東話 都可以有很大差異 但這20年已經有一些弱勢已經歸了 他們不說了 直接變成普通話 剩下的就是向了廣州和香港式的廣東話套路 基本上是出現了 這件事應該是其他省份 都是出現了一種同時間發生的 類似的 正如華東那頭的上海話 越來越主流 上海越來越主流 他們自己也建立某種的 上海地鐵是有上海話廣告的 很厲害的 還有那些什麼蝗蟲 不是香港人發明 不要說了 是上海人發明 有很多種侮辱性 不要說我們 至少香港也不會有這個區 說低端人口的時刻 他們有 所以我覺得同時間的 有一個所謂的謊言 一方面其實就是兩題 一方面你說整個社會進步 會刺激了那個地方 有些沿海地區的分離 但另一方面其實那個國家系統的輸入 有一樣東西我觀察到廣東 因為我有些接觸跟年輕人 他們那個書寫語言的習慣 其實是普通話 有一樣東西沒有難以 因為他們的打字是拼音 他用電腦做事的時候 你以前用手寫 他還可以用廣東話 好像我們一樣 用廣東話心裡寫 但他們因為用電腦做事 電腦都是用普通話拼音 我不是用普通話想的 那句話是用什麼話來想的 這件事令到我看到現在廣東的年輕人 就算他用到廣東話跟你聊天 一去到抽象思維 一去到某些詞彙 他會自動轉 這個其實也是廣東話之危 很多語言都是同樣危險 因為科技迫你統一 另一種科技的電視 現在全部人都看到電視 娛樂節目的伸延 國家教育體制的伸延 比以往其實深入了 所以也開始淘汰 中國應該大量的謊言已經被淘汰 所以中國還未完成統一 還在進行 現在進行式 這件事和另一種在競逐 就是人民的自覺意識 地方的經濟實力 上次你也說過 內陸省份很狠 你一踢爆GDP的數目 起碼是東北三省的天上 已經是負增長 是負增長的 誰引擁護中國 其實是華東和華南這一帶 華東和華南養生 只有兩三個省是賺錢的 只有幾個省 基本上都是廣州和上海 兩全家 所以在這個意識形態的控制上 除了由去年年底開始實行 到今年年頭 應該是完成第三步的 所謂的雪量工程 加上監控之外 你也要留意到 中國其實是想玩一個 所謂的 好像當年的國民黨 所謂的新生活運動 沒錯 新生活運動 第一件事就是敬愛領袖 它是在整風 你會看到不准去 不准有紋身 不准染頭髮 不准唱Rap 中國沒有嘻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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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有嘻哈 改選的做法 又減掉了 甚至是 之前有傳過 連旅行青瓜都要禁止 因為鼓吹 頹廢的生活態度 頹廢都不准 不開入佛系青年 又是發衰痴 中國的新青年打造 其實就是要塑造他們成為一個 積極向上 要為國盡忠 那起步點 是從精子算起的 是啊 鑽精要效忠 中華雄的朋友 鑽精要效忠 鑽精要效忠 是要有一個政治過關 首先 精子要政治過關 精子如虎 以前說 又紅又專 跟正苗雄都不夠驚 一要贏在起跑線上 這都是很重要的 在優生學上 政治思想應該是後天的 非生物決定 不是 有的 原來紅色都可以 要看晶的 那條晶是紅色的 有些不是 就走開 我不知道你怎樣篩選 剛才說 他正在用誰說的那套歷史性遺傳 榮隔說的那些 那些很舊的 那些很舊的 即是階級是會遺傳的 是 階級遺傳也算 你政治思想怎樣遺傳 有的 有的 黑五類 黑五類一樣 即是回到黑五類年代 狼生鳳 老鼠都兒子會打動 你是地主的 血統論 血統論 血統論問題 大家都知道是不合理的 有的 毛澤東也是地主 來拿去想成富龍 改富龍 這的階級 拿命 基本上已經光怪陸來的地步 我不知道可以怎樣收穫 但意識形態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剛剛才要回到 阿姨說的問題 其中一本想像的方式就是 當年十八行省獨立之後 你要做一個幫聯出來 這是其中一種想像 如果大家記得《金觀圖》那本書說的 很個人的現象 所謂的 永恆平衡如何產生的呢 將所有上層架構剷掉之後 你的宗族社會會重建社會 由下向上 你沒有了super structure 沒有了朝廷 沒有了官府 沒有了軍人 你全部回到原始社會 你還有一個所謂的宗族社會 用它的武器來重建社會 就是一個DNA 問題是毛澤東很成功 你會剷除這些東西 連中法社會都毀滅了我 即是法叔被人打了 全中國的法叔都被人打了 全中國的法叔都被人打了 都會放在香港 都會放在香港 只會放在香港 難怪陳雲說的 將來建國教香港 如果你是DNA 如果你是金觀圖的理論 所以剷除所有的東西 唯一剩下的DNA 剩下的就是香港 它是沽本 沽本 香港重建中華 唯一是這樣的 問題就是 還有台灣 覺得可以 國民黨都剷掉它 國民黨剷掉它 問題就是 你看一下 今時今日中國 如果拿走了上層 拿走了中共 你會有什麼 可以做一個武板 讓你參考 去重建 這個其實是相當多 中國大陸自己 就算有人告訴你 我不喜歡共產黨 他都會告訴你 沒有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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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了很多年 中國為何沒有民主 或者為何會崩壞到這個地步 就是中國信仰真空 是 信仰真空 正正的 因為很成功地 文化大革命 剷走所有東西 在這個情況下 信仰真空 所以所謂剛性的結合 是完全真的剛性 只可以靠利益 唯一的合法性 無力和利益 一旦指著你 第二你聽我說有錢 無力就是利益 利益就是無力 有錢可以賣槍 槍可以賣錢 只剩一種 這是原始社會 你會重建 邦聯其實有要求 你看看當年18行省督軍 讀飽書 不要誤會 以為他們是拿槍的老粗 每個民武都兼備 其實他原本就是督府 大哥 他做了督府 他不考狀元 怎麼做督府 你想清楚 當年滿清亡國之後 那個武板在很高層次起點 不是像以前的農民大暴動一樣 是由宗族社會重建 那個起步點是什麼 每個省已經有置局 已經有議會 我想清楚 督軍下面有議會 他是用了這個模式 來重建他的所謂國民政府 即使蔣介石說北伐成功 你會發現 其實每省督軍 都有相當大的保留權力 看清楚這件事 其實國民政府 那個武板 是由督軍共識底下來產生的 蔣介石不是唯一的獨裁者 問題是 如果共產黨以前都剷除了 之後 你用什麼重建 我就真的想不到 所以他只能夠 他所有權力集中在黨 因為黨的權力又集中在自己 變成一個人 所以他失敗了 他失敗了 即是為了登基 你計算是誰 習明澤 難道是美國直的 已經是 明明了 難道是美國共管 這些是八國共管 如果你本身沒有一個重建的藍圖 或者參考的武板 你唯一有機會可以重建 就是靠外力 即是推倒他 不是推倒 是用了別人的模式來主導 即是有什麼不合理 你不能知道 你只可以用別人的模式 他想回一個很詭異的起步 難道陳雲真的是對嗎 因為鄧小平的說法 就是摸上石頭過河 他已經沒有了 好像是信仰真空 信仰真空 甚至常識都真空的情況 他可以怎樣做 他常識的事 不過我見他另一個力環狂男 推出那個所謂社會信用 社會信用 這個其實是Black Mirror 1984 如果你看完本書刺激到他 可能你真的看了Gram Mirror 對 真的 跟著做 你真的相信嗎 你逐樣計分的時候 現在開始宣揚 說你用了十幾秒 就捉到你過馬路 問題在這裏 有一個很重要的大前提 就是你的電線有電才可以 你沒有想清楚 很低層次的一件事就是 這個社會不是這樣靠科技去運作 是沒有可能的 他反過來就說你們不夠先進 你們的基礎建設不夠強 他是反過來說的 他不斷想的 他不斷想的 有反過來走 我做不到西方式 我就用1984 1984 1984加美麗新世界 這個其實西方人的恐懼 政治對篩選你 這個本身反映了西方人的恐懼 就是科技力越來越厲害 令政府的獨裁變成可能 不論是香港 問題是你真的懂得少少政治嘗試 你會笑到距離 即是科技完全取代了 所有人的角色的可能性 你AI也更厲害 但是沒有AI 如果AI這麼厲害的話 第一件事取代了 就是所有中國人 你想清楚 你十多億人是不需要存在的 你想清楚 你能力到這個地步 你做了所有人可以做的事 那你的勞動力有甚麼需要 那變成 如果你是以全世界來看 以前說的 就是地球球直問題 你有沒有資格做地球人 如果你做地球人 你資格第一個篩選 篩走的就是你 是的 所以其實 會出現像這個 Termelita的SkyNet 真的人會變成奴隸 是的 然後話說 不一定 看看他人掌控的機器 可以 他能力量到甚麼程度 但是那個AI要力量到 要自己思考 最後會反你桌 應該是按道理 是的 他知道你是傻的 他怎會不反你 你不要以為是 捉贏了一盤圍棋 即是很厲害 不是那樣東西 有很多不確定性 經常說的 不確定性 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最基本的一件事 就是到底你信不信西方那套社會契約論 即是人與人之間 能否互相協商出來 不是所謂對與不對 大家能接受的一個平衡狀態 是這樣來的 人家的想法 現在反過來 就是把那套法家 把法家走到最厲害 即是反過來 反過來就用法家 又是反過來 你過往就是用連坐 就是用人民監視 現在不用 我還有機器輔助你 他回到那套都是監視 這些都是手段 不是精神 你想清楚 法家 你想清楚 他都是由儒家演變出來的 他有一個世界觀 他有一個人民觀 不是完全沒有 即使你將法家抽空 到人的地位減到最低 其實你只是說道家那套 你想清楚 是的 法家其實是相通 因為他軍無違法 無不違 Exactly 其實他是儒家那套 但有部份是道家那套 加在一起 整個東西 將人減到最低 但他都是基於儒家的道德判斷 原來搞法家的事情 他仍然是有少少的人民價值 甚至是他本身因為是人操作 所以他是有人的價值觀的判斷 有感情在 但你機械的話 你不會有親疏 到最後就好像 什麼 就是 是 講這個 天武以智的話 就是好像 看到萬物就好像指責你舊一樣 拖狗 天地不仁 但是他現在這一套很明顯 就是走回 我既然不能夠在一個有機上面 建立社會的信任 我就繼續以我中央權力 政府權力 建立這個最監控 以小為監 法家走到最盡 你當然是秦始皇 始皇而已 最瘋的那套 瘋得我社會監控厲害到這樣 你說句話 偶爾私書者 都抄你家的 這樣跟著 不是說這個東風顯靈 賓州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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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賓州 似乎都不是對永族警示 我覺得對社交信課的警示 比較大 你以為可以做到監控 只要我技術再厲害 我就可以做到社會秩序 但是是不是這樣來的 社會秩序 他似乎都不肯放棄所謂蘇維埃無限 一言九鼎的權力 所以他只能夠走這一套 信仰真正 真正正如Emmel所說 其中一個外來感染就是蘇維埃 變成一個徹底的遺物社會 徹底的遺物社會 但是正正正 因為他的信仰是遺物 因為他本身是矛盾的 你既是信仰的形象 你遺物就不是遺像 那你這套是什麼 他又滲入了很多民族主義 滲入很多東西 他的歷史最上大家都明白 所以他很明顯 他那套正統的馬克思理想 已經沒有了 他現在正在玩法西斯 他要了共產 中國特色的法西斯 他要了蘇維埃裡面的集權 那種列寧式的結構 港國體制現在轉變了國家資本主義 但是下一步怎麼走呢 我們又要看看 到底特朗普可不可以逼他門戶動開 這肯定德藝文是怎樣開發的 我們有興趣想知道 他一方面在收緊 另一方面特朗普又來搞他 我也是提醒大家 霍阿勒過難財 炒恆子每天上到幾百點 這是最實際的 因為特朗普現在 其實另外還有一手 你看到他今天發出來的Twitter 他針對這個敘利亞的使用化母 令到七十個人死了 叫他小心 叫我浩丁 很快 他指著被罵伊朗 俄羅斯和普京 俄羅斯和普京 一起說 你們一個一個支持這個邪惡的政權 殺死那麼多人 然後踩這條紅線 踩這條紅線 其實奧巴馬的時代已經踩了 但奧巴馬什麼差都不做 我就已經在和習近平吃這個珠鬼餅的時候 已經射了一次 Oh by the way 炸了 今次我就會再射一次 我就看看俄羅斯 看看擋了多少次 他說號稱自己可以擋得完 那我看看你擋了多少次 我就射得夠多 而且我是smart的 一不來 第二就是 大家計算數 美國有一樣 就是他先用舊貨 不用白不用 先用舊貨 他反正會做新事 其實為什麼會抽港特朗普這件事 因為在上個月的尾的時候 在英國的一個半變的俄羅斯特工和女兒 被人毒毒 結果就搞到英國 就要扔掉俄羅斯的外交人員 其他人在跟與不跟之間 美國率先趕走了 他國內的外交人員 然後歐盟當然也是趕 這個是上個月尾做的 後來更加厲害了 美國在鋼稅和鋁稅 影響到中國之外 其實原來也影響到俄羅斯 因為鋼而言 中國只是上年的數字 只是佔2% 是十大以外 第十一 但是鋁跟俄羅斯一樣 是數一數二 所以一關稅一定 俄羅斯立即下跌 而俄羅斯一跌後 國際旅價升了7% 對 他做難事 他做難事 大家知道什麼事 而且俄羅斯現在是沒有錢 普京是沒有錢 沒錯 石油不值錢 現在是拆骨 俄羅斯被人 在一兩天 美國是以俄羅斯某些商人 某些官員 某些重要人物 是親俄羅斯政府為有 就要對他們實行制裁 制裁的原因是 他們親俄羅斯 嘗試去顛覆西方民主 很久沒有聽過這個詞 很冷戰 他是冷戰 很冷戰 特朗普只是說 今天的推特就是說 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外交關係 是前所未有那麼差的 這個更差是包括了冷戰時期 冷戰都不如現在 熱戰就能打得了 是否真的能打得了 應該說 可能是另一個版本的代理人戰爭 他肯定會打罪利亞 你已經預料了 問題是打罪利亞之餘 其他甚麼地方可以打得未知 會不會撐挖蘭呢 未知 還有很多事情要玩 很多事情要玩 但是透過這招 打俄羅斯這一招 實際上也是敲山震撫 因為你知道歐盟對於俄羅斯 一直在滲透歐盟的小國 去籠絡一些比較右翼的國家 傳統實力範圍 恢復蘇俄那個 恢復惡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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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就是凡斯拉夫 還有一個不少人立了的 中國那幾個 原本他沒有打算 不過有人送給他 那幾個地方 不覺意 不覺意立了歐洲回來 所以美國這一招去打俄羅斯 雖然這個是牽涉到敘利亞利益 但是如果打俄羅斯的話 會不會令到歐盟在將來 要對付中國的路上 站在美國的邊 這也是很有可能的 這是大震士氣的在於什麼呢 其實上一陣子 中美貿易戰發生老拔公章的時候 其中一件事 是中國故意走進俄羅斯開會 是 看到的 即是後台的俄羅斯 有能源、軍事、我親蘇俄 我親俄羅斯 美國人很害怕 照介意美國人不害怕 而就是今天的俄羅斯 不是當年的蘇聯 如果沒有了這個後盾 能源、軍事上 對中共的支援的話 中共其實是四面受敵的 所以特朗普應該掌握了一件事 他知道世界的權力到歸根究底做最後都是有計錢 沒錯 玩操心 趁美國還有條件 就應該玩了 是啊 現在不玩等什麼時候呢 趁他有本事 他說特朗普的政策是相當飄忽 但是大家嘗試去看回30年前 拿回1988年 他做這個訪問的時候 上不同的電視節目上的訪問的時候 其實當時他還是做地產商 但是他在訪問裡面 就透露了他對這個外交政策的不滿 他就說 日本做我們這麼多生意 雖然日本人是好人 有個日本人很豪爽 買了我一托樓 很疏爽的 他們是好人 八百年 但是他們做生意找我品 找我們做美國品 當然是 日本人的所謂非形式的貿易壁類 雙社結盟 諸如此類 美國貨去到日本都沒有人不買 中國 你找回近期上位的美國官員 然後找回一個歷史名詞叫做廣場協定 然後當年的貿易戰 就是美國對日本貿易戰的爆發 但也有一個很過癮的側面身份 說回一件事 就是今時今日重用那群人 其中一個就是當年有份搞廣場協定的那群人 是那個班底 是那個班底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History repeat itself History repeat itself 但當年 我很佩服美國人家方 尤其是大家都猜不到 是Simpsons 世界上第一個猜到特朗普總統 是Simpsons 卡通片已經出現了 你不可以自己是傻 時間有限 不好意思 未必有時間太多 大家稍後再約會 過癮再提醒大家 要發國良才 這個機會是不錯的 炒上落 OK 今晚時間有限 大家稍後休息一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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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